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熊猫君 这个东西大家玩过没有 我们正要把它叫做摔炮 顾名思义把它摔到地上 它就会爆炸 我先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咱们取一颗直接扔在地上 虽然这个东西很小一个 但是还是拥有一定的爆炸威力的 那么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 增大它的威力 那么因为这种摔炮 它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所以本期视频内容请勿模仿 这里面是我购买的四大盒摔炮 每一大盒里面有25小盒 每一小盒里面又有12个摔炮 所以这里面一共就有25乘以12 再乘以4 就等于 等于等于 1200个摔炮 咱们把这1200个摔炮 全部用保鲜膜给它缠起来 做成一个 差不多这么大的摔炮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超大的摔炮 从三楼扔到地面上 看看它能产生多大的威力 足足1200个在这里 咱们先把摔炮全部拆出来 收集到这个塑料袋里面 这又是一个繁琐的工程 每次最怕这种大量的又重复的工作 真的很枯燥 不过今天不一样了 我的工具人熊王弟 他已经放寒假了 我看你也挺咸的 你看帮我把这些摔炮全部拆出来 放到这个塑料袋里面 可以吧 可以 那行好好干 回头我送你两本寒假作业 寒假作业就不要了 应该的别客气嘛 好了这1200个好像比我想象的 不要乱在 好像比我想象的要小很多 这个冲洗量也就只有这么大了 那么接下来就要用到我们的保鲜膜 我们先把它拉出来 把它铺在桌子上 然后把这个摔炮倒在上面 然后咱们用保鲜膜把它给包起来 像这个样子大概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个多余的给它剪去 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圆球状 但像这样还不够 因为这个保鲜膜太松了 咱们要给它加几层 给它裹紧一点 要不然会影响它的爆炸效果 但是裹得也不能够太紧 如果太紧的话 它可能在我的手里就会爆炸 那么这个超级摔炮的威力究竟如何 咱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上三楼 三 二 一 哇 好害怕 三 二 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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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没想到的结果 它已经从一个圆球摔成为一个包子的形状 你看底部已经完全摔扁了 竟然完全没有一点点像样的爆炸的效果 啊 这翻车翻的有点彻底啊 我们直接来摔一下试试啊 怎么啦 扫地